富贵五更春梦 功名一片浮云 眼前骨肉一非真 恩爱翻成仇恨 莫把金家套镜 休将玉所沉身 清姓寡欲托凡尘 快乐风光 本分 今天咱们要聊的呀 是这个清平准感尔阿姆尔萨纳部的最后一部分 那内容是什么呢 咱们呀得介绍一下这阿姆尔萨纳 它最终是什么结果 就在这八七大军呢 正在草原上忙于清剿 这恶鲁特人的叛乱的时候 赵慧呀清滚杂卜啊 这些将军呢各带着几万人 在草原上啊 像梳头发一样 把这个草原就毙了一遍 那意思呢 是灭其种类 把这个准感尔韩国呀 就在这个世界上让它消失了 听起来呢很简单 这事不难 它只有一个结果吗 实际上不然 生人生地啊 你要想把所有人都找出来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这赵慧呀 正在北疆犯着难呢 这会儿啊 奏报又到了 南疆又出事了 什么事啊 这个大小河卓烦了 这细节呀 咱们先不讲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下一段书啊 就是这个清贫 大小河卓之乱 咱们到下文书的时候 再好好掰着 咱们在这儿啊 就知道这事就完了 实际上呢 这乾隆皇帝当初是怎么想的呢 乾隆皇帝觉得呀 在北疆推行他的猛旗帜 到时候啊 蒙古的这些太极宰丧啊 各自在各自的猛旗当中啊 说话还算数 实际上占据和治理北疆的 还是原来的准步 当然了 咱们也知道啊 最后这事情发展的动向 它并没像乾隆皇帝设想的那样 那么针对南疆呢 也要同时收服 这乾隆皇帝就认为呀 只有这准嘎尔人呢 才是奸诈狡猾 没有信义的 而南疆的回步并不一样 这些个禅回呀 哎 他指的禅回呀 就是这个南疆地区信奉 这个伊斯兰的少数民族 当然了 当时多数指的就是维吾尔人 这禅回一词啊 我得给您解释解释 在这个大清朝的眼里啊 这个穆斯林呢 他分两种 一部分呢是分布在咱们现在新疆一带的穆斯林 哎 当然了国外的咱们就不说了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回民 哎 就是咱们今天的回族 他们管这个缠着头巾的维吾尔人呢 叫缠回 这穿着打扮跟汉族人一样的回民呢 他们称之为汉回 实际上呢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啊 这清朝统治者都不认为回民他是一个民族 他们认为啊 这是一群的信了回教的汉人 他们就认为这个回部 无论是缠回还是汉回啊 都是非常好统治的 哎 性格性情啊 是非常温和的 都是农耕民族 都以耕种土地为生 并且呀 这人呢 都聚落在一起生活 不像这个游牧民族 哎 这一块那一块的也不好管理 咱们在这提前透露一下 这就是乾隆皇帝呀 哎 决策上的错误 他完全小看了这个宗教的力量 咱们现在都知道啊 这个伊斯兰教啊 是世界第一大宗教 信众最多 乾隆皇帝呀 他是没有料到 这教门啊 实际上他老厉害了 所以说呢 这乾隆皇帝就觉得呀 哎 我平定了北疆之后 一道圣旨 南疆的这些维吾尔呢 也就归顺了 到时候呢 我们也给他呀 一国两制 给他们那些合着呀 分王封爵 然后啊 还沿用他们本族的地方官 就是那些博客 这么一来呢 这南疆啊 就是中央政府统治 哎 维吾尔人自己管理 这么一个形式 可是乾隆皇帝也没想到啊 他们有主意着呢 这大小合招呀 反了 当然了 这个在前线的赵慧 也得着信了 于是整顿人马 把这个人马分成两只 让清滚杂博 带领一支队伍 在北疆啊 继续清剿这些余孽 自己呢 带领一支队伍啊 就要去南疆评判了 那这时候 乾隆皇帝圣旨就来了 说你们先不用动 说我呀 派一个这个清差大臣 到这个南疆啊 去安抚安抚 大小合拙 我看就行了 看来呀 这维吾尔人呢 还是性格温和的 一定能够劝降他们 于是这朝廷啊 就派了一名 这个副都统 为清差呀 就到了南疆了 为的就是 说服这个大小合拙 放弃叛乱 这名都统叫什么呢 叫阿敏道 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啊 这阿敏道啊 到了这个南疆之后 还没见着大小合拙呢 这小合拙 货鸡蛋呢 就下令 把这阿敏道抓捕 并且给杀害了 这大小合拙呀 态度很坚决 就是要反 那赵慧呢 就赶忙的 给乾隆皇帝 写奏折 那意思是说呀 我趁他们这个 羽衣未封赶紧出征 可是得到的答复却是啊 被乾隆皇帝 在圣旨里 是一顿臭骂 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你们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现在必须 先抓住这阿摩萨纳 再说 难道你们就忘了 北疆的这些事 都是为的什么 起的头吗 一旦这北疆的兵力 一分散呢 这阿摩萨纳 他又跑了 他要跑了呀 那肯定就只有一件事 他会继续煽动其他蒙古 不中叛乱 你们一定要分清 这个轻重缓急 即便现在是天塌起来 你们也得先 把这阿摩萨纳的事 解决咯 那接到这道圣旨之后啊 那这赵慧 像什么清滚杂补 也好办了 那干脆就放开手 咱也别管南疆的事了 继续在北疆啊 搜寻这阿摩萨纳的踪迹 有人说这阿摩萨纳好找啊 干脆就让这八旗大军呢 直接杀入到哈斯克 这阿摩萨纳不就躲在哈斯克吗 被这个哈斯克的韩王阿波赖收编了 成为了阿波赖手下抢夺 清军物资的一名英权 哎 这事啊就是您不知道了 您为什么不知道呢 因为前段书我也没说 开个玩笑啊 因为这会儿的阿摩萨纳 已然不在哈斯克了 这会儿的哈斯克的这个韩王阿波赖啊 实际上在历史当中啊 是一位很有名的哈斯克韩王 说好听的呢 就是有很高的战略眼光 哎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这人很鸡贼 开始啊 他收留这个阿摩萨纳 就是想啊 在这个北疆扶持一支 依附于自己的蒙古政权 可是越到后来呢 这阿波赖他越害怕 他发现呢 这大清朝廷啊 对北疆这块土地是势灾必得 乾隆皇帝是铁了心了 要把这准部的土地啊 划回到大清国的版图之内 这八旗兵啊 到底是不是应用山战 咱们暂且不论 哎 就看看呢 广是派到北疆这些八旗兵的人数 就和自己的国民人数差不多了 那这还打个大和尚啊 于是就有这么一天 这赵回的大营当中啊 就来了这么一队哈斯克的使臣队伍 那这支使臣队伍啊 那既然打的是国使的名号 那必然的以国力相待 因为这哈斯克呀 他必定啊 是一个独立的韩国 哎 人家有自己的本部大韩 所以说呢 这个清朝政府啊 也不能拿人家当一个部落那么处理 那赵回自然就得问了 说这贵使啊 来到我这个大营当中 有什么事啊 这使臣一看见赵回啊 联邦势理 说大袁荣 我这回来啊 只有一件事 我是代表我们的可汗啊 跟这个天朝上国大军啊 有个交涉 我们呀不打了 没打算跟这个天朝大军作对 赵回一听啊 乐乐 说那既然这样 你们呀 这个抢劫我们八旗军的物资啊 暂且就不论了 你们把这个叛逆阿姆萨纳藏起来 算怎么回事啊 为了表示你们的诚意 你们是不是应该先把他交出来啊 这哈斯克使臣说呀 当然当然了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这回来呀 也就是要办这件事情 您看了吗 这几皮啊 是我们这个可汗精心挑选的 献给伯格达汗 还有老袁荣宁的汗血宝马 这可是我国的最高礼仪 您看后边捆着那些人没有 这就是阿姆萨纳的部众 就是那些呀 准干尔叛逃到我国的人 我们全给您逮起来了 赵回说哪个是阿姆萨纳呀 这使者赶忙说啊 您看这年轻的 这年轻的 这年轻的人呢 叫达师车灵 这个就是阿姆萨纳的亲侄子 您再瞧那个 那个年纪大长胡子的 那个人呢 就是阿姆萨纳手下最大的宰僧 叫做齐巴汗 这赵回说我再问你一遍啊 你听不懂我说什么是吗 这里边哪个人是阿姆萨纳呀 这会儿的使者呀 已经吓得是满脑袋透汗了 于是他抓了抓头说 回大帅 这是这里边他没有阿姆萨纳 我们大汗呢 是这么想的 把这阿姆萨纳和他的所有部众 全都抓起来献给大清朝 可是没想到啊 这阿姆萨纳他呀 跑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